各位男生 你要先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裡 要去做你有把握的事情 女生受到的是完全不知道怎麼回答的 所以呢今天就要小胖來教你們 要怎麼跟女生聊天 有一種有一個很最笨的方法 但是我覺得也是最好的方法 投其所好 我們今天如果假設喜歡一個女生 或對一個女生有好感的話 我不可能直接過去說 欸可以給你當個朋友嗎 這樣是很變態啊 要不要約一下 對要不要出 欸約約一個吃飯 對約吃飯約看電影 這樣很 沒有亂想過 沒有亂想過 我們很純潔的 反正最簡單就是 你要先知道對方習慣什麼 他們一定會分享自己的生活啊 那你就從他們的興趣下手啊 可能發我發個IG現實動態 那我就可以回說 欸那邊的什麼什麼也很好吃 或者說他可能知道你喜歡吃藝食 還可以推薦你一些 然後說哪邊哪邊的藝食餐廳也不錯 對看出去的那些情況都不錯 很適合 欸很適合你跟朋友一起吃飯 欸這樣的話你就會覺得說 收取到一些比較有用的資訊 你才會對這個比較印象深刻 你就去回他嘛 反正就是當 你就當你要去跟別人聊天前 你就想想你要追他 那你要想辦法讓人家回答你嘛 像我有些朋友 不會說我看到這個女生 覺得很棒 資訊她說安安你好 在幹嘛 住哪 住哪 幾歲給虧嗎 都要給虧嗎 要不要約吃飯啊 這種就很爛啊 因為我相信 像球有這種漂亮的女生 或是在看影片的 你們一定身邊有一些很漂亮的女生 一定都會有這個困擾啊 對不對 一定是要讓人家留下一些記憶點啊 沒有啊 那應該我們切更細一點 你只想約別人吃飯 可是人家以為你要都要做什麼事情 可能約到什麼地方吃 什麼東西也不一樣 對啊可能去 你可能說看電影 人家以為去微秀 你要去YouTube看 對啊 但是因為現在女生其實 因為資訊人員越來越發達 大家都變比較聰明 女生也要懂得保護自己 所以她就說 那去我們來看電影 如果我今天說 我們要去YouTube看 她就覺得你是不是要幹嘛 是不是用意的 太明顯了吧 對太明顯 除非說你們已經守到了 你覺得我不會怎麼樣 或是我們就是要怎麼樣 可是我們就是要怎麼樣的話 一定就是去更舒服的地方 就是說 欸我們要約哪裡 欸我覺得那個隔壁有一家 那個 有一家旅色 她的裝潢 對挪威森林很不錯喔 如果你們不知道挪威森林的話 可以看這支片喔 這支片喔 除了頭期首號之外 那接下來把她約出來之後 就承諾約出來之後 你覺得還有哪些地方 是需要注意的 我覺得要注意的 其實 有些男生很常犯錯誤事 我們一直覺得 一直開女生玩笑 可能就會覺得 你這個人很好 女生 你們是認真這麼覺得的嗎 沒有 有些人會這麼覺得 以前高中的時候 也不是說真的霸凌人家 就是可能開她玩笑 欸 欸 媽媽 你怎麼樣去嚇她 或是捉弄她 她想先獲得人家的主意 之後才是獲得好感 可是我剛剛說的這個點 女生越出去 要第一次約會的時候 你一直去開玩笑 開對方的玩笑的話 容易被人家討厭 因為你不知道哪一個 是對方的點嘛 你不知道哪一個 就會讓人家不開心 所以男生可以學習的 有一點幽默感 不要說太愛面子 就是你可以試試的 開一下自己的玩笑 然後去觀察說 她對哪些話題是有興趣的 可是如果她有興趣的那個東西 就是我完全一無所知 就例如說可能 對方很喜歡溜冰之類的 但我完全就不懂溜冰 那這怎麼辦 那就是 那就回到第一個 就投機說 欸 那我不會 可能我不會溜冰 可是我一直蠻想學的 那你可以教我嗎 那你可以教我嘛 對對對 你真的超會的 那因為她喜歡這件事情 她一定會想要在這件事情裡面 獲得成就感 我把一個人 從不會教到會 我一定有成就感 這樣子其實就是一種方法 不要不懂硬療 我覺得不懂硬療的話 你會很容易 會讓人家抓到 說你根本是在亂聊 明明溜冰就不是這樣溜 你溜冰到你跟我說下面有什麼意思 所以千萬不要不懂裝懂 對 不懂裝懂真的超討厭的 超討厭的 各方面都是 不只是約女生出去 我覺得就是一般生活上 不懂裝懂的人真的超討厭的 承認自己的不會 並沒有什麼好丟臉 所以各位男生千萬要記得 有時候跟女生的話 除非你天生是超級大男人 就是比較自主 不然的話我覺得其實不用太愛面子 就算是霸道 董裁也是有溫柔的一面 且和柔情各位 然後記得男生 會聊心思的男生超級加分 真的 真的 因為人的時候有很多壓力 像覺得拍片也會有很多壓力 當你今天是一個 可以幫人家拍有簡單的人的時候 你在他心野地會直接拉高 拉高到真的是飛向天 然後我在這邊他就是提到這邊就是 可能有個女生會跟你說 喔 連這個老闆真的是很討厭什麼的 他就誤會我什麼幹嘛的 拜託你這時候不要說什麼 喔 不然你辭職啊 幫我養你嘛之類的 這種沒有用 沒有 我們只是想講而已 但是我們知道怎麼做 對 我們只是想要抱怨 拜託不要說 就例如說我多吃不舒服 你不要多喝熱水啊 對啊 你也不要說什麼 那去上廁所啊 我也知道啊 還有你教我啊 對啊 比如說女生有時候一定會有生理期嘛 一定會不舒服嘛 記的話我就是 說今天這樣你忙了一天 然後你還要 你忙了一天 你說你辛苦了 對 你忙了一天 生理又不舒服 你真的辛苦 你真的好辛苦 這樣就可以 這樣就好 這樣就好了 我覺得還有一招是 你不用 不要叫人家去幹嘛 你可以帶人家去幹嘛 比如說你不要叫人家去看醫生 那要不要下班我可以去看個醫生 對 這也很怪 或是說你要去找人家吃個飯 因為你們要吃飯前的話 你可以先買個什麼巧克力之類給他 或者說你們要去 你們晚上因為還要吃餐廳的話 那你可能儘量就不要找 比較吃比較重賢 比較刺激性的食物給女生吃 相處的話 細節還是比較重要 所以各位 如果你真的覺得 你對你自己的外型沒有信心的話 你也不要太氣餒 長相到 就是你臉的部分我覺得還好 重點是你要乾淨 對 你的乾淨是指 內心還是生活習慣 都有 都有都有都有 但是 我以為就是 每天洗澡是 這個社會應該有一個常態 不是 聽過一些 然後說我今天都沒出門 然後明天再洗澡 應該不用洗吧 我因為這樣家裡有沒有乾淨啊 那應該不用洗吧 你不要你穿的比較乾淨 你不要說什麼 不要這樣比較臭就好 你不用想 就是乾淨俐落 我覺得就可以了 至少女生會覺得說 好啦這個時間沒有白費 人家會過每一分鐘 都很痛 你就讓對方很痛 然後只可能 以後就沒有以後了 以後就沒有以後了 第一次約出去的部分 你覺得第一次應該約哪裡會比較好 如果是你的話 我自己的話 對 我覺得我會約合體上 因為我們之前已經在可能用Line或是IG 其實已經有互相聊過了 如果我知道對方最近可能洗澡不好 我會陪他 陪他聊點心事 那你先順便他會拍 我完全沒有聽過散步耶 散步的心 心嗎還是 因為如果說今天對方 像我剛剛講 如果今天對方想講心事的話 那你要想什麼地方講心事 是比較會讓人覺得比較有那個氣氛 氣氛感很重要 對氣氛感很重要 你不可能說在KTV的時候 一群人好對不對 我可以講給你 我可以講那個就是 那邊什麼的 那邊那麼吵 對啊 最怕的是你覺得你已經把心中所有的東西都講出來 最怕遇到什麼 什麼 什麼 你的戲劇超幹的 他在幹嘛 我看電影其實我沒有很建議 心實在的 為什麼 看鬼片的話 有些女生如果怕鬼片 有些人是愛看 也會害怕那種 我就是 我看鬼片就對了 即使你也是那種愛看又會怕的人 你也要去看 自己營造是一個 可以保護人家的那個位置 那如果是把鬼片去掉的話 如果兩邊的都對電影沒有特別有興趣 或是只有一方對電影 如果只有南方對電影比較有興趣 我也會建議對電影 因為中間不能聊天 中間不能聊天 看電影的中間 可是看電影的時候 不是很暗 然後兩個人坐在一起 然後你又不能帶人說話 所以就會靠很近 就說 我覺得那個什麼 之類的 就是會靠很近 這也是走的 但是 要看人 我覺得是要看人 各位男生們 你要先知道自己的優勢在哪裡 要去做你有把握的事情 如果說你先只是要去創造一個機會的話 你要去做你有把握的事情 當對方已經沒有想法的時候 とか你要做一些對你的 對你自己回去加分的行程 我自己的話 電影也會 水空不變 散步 或是 還有一個 喝酒 喝酒 不是 我的喝酒不是你想想想想 不要亂想 欸 你們也不要亂想 我的喝酒是 不是說我要幹嘛 紙醉經理 也不是紙醉精明 不是不是 沒有你想那麼複雜 應該說突破人家的心法 因為我們走在外面 其實對真的很好很好的朋友 有時候我們會有一些東西 放個心裡面不敢講 那喝到酒就不一樣 那當你酒喝的時候 其實你會漸漸的 你反而會想把這些 埋在心裡面的東西都說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 就是散步的升級吧 因為了著了著 有些人可能不生酒意的話 那他不生酒意的情況下 有兩種判斷方式 第一個他如果對你有好感的話 他其實會很放鬆在一起 他是用你的照顧他 對那如果說今天真的是 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就是請他們 而且反而都會很注意時間 如果交情沒到那麼好 或者就兩個人沒那麼 頻率沒有那麼對的話 反而會很注意時間 聊自己很喜歡的東西 對方沒有 你看對方一直沒有在看著你 或是你很明顯感覺到 他沒有在聽你說話什麼 就趕快換 你不要再一直沉溺在自己的世界 其實不然人家會覺得這個很怪 你真的很懂耶 你真的想跟這個人 比較深入的交集的時候 你一定要去 試著去做一些研究跟突破 可是這些東西都是從 一次次的示範去對應出來 所以大家不要去害怕示範 總結以上就是 第一個 你要先找到自己的優勢是什麼 然後再 你也可以投其說好 然後再來要裝個查驗觀色 我覺得這很重要 我覺得其實這三點其實 有的話 其實你沒辦法最後追到這個論項 但是你跟這個人應該會建立不錯的情感 或是情感 就是至少會是朋友 好感有好感度的朋友 你要先做到 大家你們要先做到的是 先不要讓自己被討厭 那你們的可能性就會很高 會有無限的可能 無限的可能 好啦 今天希望有幫助到 各位男生女生們 有什麼情感上 良心上的問題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沒錯 那之後可能 可能就會在敲我 我會再準備更多的 民間友人的經驗 還有我的經驗 在上面跟大家分享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都已經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 你可以喜歡的 如果想進去看 記得訂閱 記得訂閱小胖 我們是Kent上的頻道 好 那下部影片見 拜拜 拜拜